哈喽大家好 要说内鱼最不缺什么 那便是那些超擅长谈恋爱的偶像了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个问题 偶像到底能不能谈恋爱 其实关于这个话题 内鱼有一个偶像已经帮我们回答过了 那就是著名的脉肤判官朱正廷 了解过内鱼选秀的朋友应该知道 2018年国内第一档备受瞩目的男团选秀节目 偶像练习生播出了 朱正廷作为月华的一员 跟范城生等人一同参加了这档节目 并最终以第六名的成绩成团出道 而这个团就是曾红尽意识的9% 蔡徐宽 尤长静 范城生 黄明浩等人 都是其中的一员 当然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这个团也已经是过眼云烟 但是不重要 重要的是朱正廷曾多次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偶像这个职业就是不可以恋爱的 他们既然吃了这碗饭就不能既要又要 毕竟谈恋爱不但会让他们在事业上分析 还会辜负粉丝对他们的支持和信任 而且他们当时能成团出道 粉丝也是花了真金白银 给他们各种打扣多数据的 粉丝是将他们当成了一个假想的对象去看待 既然他们给不了粉丝实质性的爱 那也至少得给予他们尊重 所以 瞧瞧人这话说的 多么的有偶像操守啊 但是最近朱正廷的粉丝遭到了狙击 有人爆料 他们的偶像其实已经有女朋友了 只是他们不知道罢了 并且虽然朱正廷有个大方高侃的人设 不仅自己总是穿古池的服装 被大伙称作人间古池 就连助理每月的工资 都是其他艺人助理的两倍 和他一起出门逛街的朋友 还可以报销当天的账单 甚至得到意外礼物 但是他对自己女朋友非常抠门 让女朋友给自己当工作人员干活 还不给女朋友开工资 一分都不开 这下粉丝可就炸开锅了 结果谁曾想 还没等他们掀出什么波浪呢 朱正廷自己就憋不住了 二话不说 便发微博正面硬刚 不仅立刻给自己粉丝 送上一波反击的底气 还直接附上了 爆料者的造谣视频 让他们以后有话直说 别准什么名字缩写 又或者小抬头 有本事明确报大名 方便自己起诉 这操作我可真是直呼好家伙 而朱正廷的粉丝 也立马直冷起来了 当即就各种表示 自己对偶像非常信任 支持偶像维权 甚至还直接放话 惹到朱正廷 你算是贴到铁板了 得嘞 这还能说啥呀 所谓的恋爱风波 以下就消散开了 但是在扣门和恋爱 这个话题中 朱正廷的粉丝 更难容忍的居然是扣门 十条评论有八条都在说 说谁扣都不可能说朱正廷扣 回到正题 说到偶像恋爱这件事 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那边是陆寒 还记得2017年10月8日 对于爆出了史上 最令网友震惊的一次官宣 陆寒在顶流时期 官宣了自己的女朋友 关小彤 当时微博一下就瘫痪了 这可是国庆回来 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呀 微博的工作人员 就开始怀疑人生 而评论区回复 和点赞最多的一条评价 竟然是 那天陆寒粉丝有多崩溃 大火是可想而知 然而陆寒微博一发 便有无数好友 站出来帮他说话 一律的祝福夸赞 觉得他是个 敢于负责的纯爷们 但粉丝们 依旧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觉得陆寒肯定是开玩笑 优惑者拒宣 甚至还有粉丝表示 你说你有女朋友 我相信 当你说自己的女朋友 是关小彤 我不信 就这样 陆寒和关小彤恋爱的热度 一直居高不下 毕竟陆寒是偶像出身 粉丝中很大一票 都是女友粉 这个官宣 可谓是把他们全给干失恋了 所以陆寒也好 关小彤也好 一下就受到了很多粉丝的冲击 就连不熟悉他俩的路人 当时的朋友圈 也基本要被一句话语刷爆了 大家好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 瞬间 两人的名字就成为热议焦点 没办法 那可是圈内顶流 与国民闺女的恋爱瓜 两人之间还有着七岁的年龄 而且陆寒初到级巅峰 在韩国的时候就拥有超高人气 回国以后 那也是那余顶级男爱豆 2014年的时候 他曾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 微博上最多评论的博文 评论量高达1300多万 2015年 这条微博还再次创下了一次世界纪录 陆寒本人更是获得了 都委会的亲自颁奖 所以陆寒的粉丝有多崩溃 他和关小彤受到的攻击就有多大 尤其是关小彤 但陆寒的粉丝看来 关小彤简直是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 所以毫不犹豫 他们就跑去了小彤的微博 展开了各种非常激烈的言辞攻击 再加上各大媒体 争相报道二人的恋爱 事情便愈演愈烈 关小彤也被愈谈愈低 毕竟当时 在所谓的大众目眼中 陆寒颜值实力都不低 演艺事业更是蒸蒸日上 而关小彤 她是九岁 虽然有点作品 出身演艺世家 但作为一个演员 她不论是事业成就 又或者公众形象 都与陆寒这个顶流相聚深远 而且在陆寒过不恋情之前 她和迪丽热巴 一起参与了热门综艺奔跑吧 两人俊男靓女 颜值颇高 但节目中的互动又非常频繁 所以便有很多网友 刻起了他俩的陆DCP 陆寒还有很多粉丝 为这事跑去了迪丽热巴的社交媒体 对她各种攻击 结果好家伙 陆寒根本没有跟迪丽热巴在一起 而是跟关小彤关穴了 大伙感觉受到了欺骗 又觉得迪丽热巴简直是无望之灾 便一部分跑去给迪丽热巴道歉 一部分愈发凶狠的 估计起了陆寒和管小彤 尤其是迪丽热巴的粉丝 认为自家姐姐可真是抖了大美 总之对于陆寒和管小彤的官宣恋情 大伙是非常不感冒的 甚至觉得他俩就算在一起了 估计也走不了多远 毕竟娱乐圈的分分合合 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大家转变了视角 开始关注这对小情侣究竟能坚持多久 还有不少粉丝怨气难平 直接将网民改成了 今天陆寒和管小彤分手了吗 这种形式 可能一天一打卡 只为了能更好地见证两人的分手 而官宣恋情后 陆寒和管小彤的粉丝也掉了一大把 不过时间一长 事情就有了变化 首先是陆寒内于真男人的认证 他直接表示 自己其实早在公布前 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决定接受这波羞猛的舆论冲击 但既然已经心动了 想要和管小彤在一起 他觉得他就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把事情公布出去 以免瞒着粉丝 欺骗粉丝 又或者让自己的女朋友受了冤枉期 这话说的 大伙竟然隐隐有些好奇 这对小情侣为啥会在一起了 便转头巴起了两人的恋爱过程 然后网友们发现 这两个看起来巴嘎子打不到一起的人 其实2016年就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同框 在4月份的窩狗晚宴中 陆寒和管小彤作为活动的受邀嘉宾 留下了他们的经典合照 完事2017年的五四晚会上 两人再度同框 陆寒看向管小彤的眼神 也不怎么清白 管小彤在前面发言 他在后面看的那叫一个目不转睛 不仅眼神泡为宠溺 嘴角还忍不住往上翘 到这大伙就有点磕到过期讨浪 随后又发现了 那部两人的定情之作甜蜜暴击 虽然剧不是什么爆款好剧 但两人的关系确实是有所增进 后面管小彤还参加过跑男 跟陆寒有所互动 再往后 两人的恋情便随着南方的官宣正式曝光 就这样 大伙渐渐对陆寒和管小彤 这对小情侣也有点上头了 虽然后面 每年网上都会出现各种传言 说两人已经分手了 又或者领证了 但他俩始终没有用他们的恋情 去博取关注 而是各自专注在自己的事业上 并稳定的发展着他俩的感情 一转眼 两人已经在一起了八年 在这八年的时间里 很多明星形象崩塌 经历了各种分手 离婚 甚至还有的退出了娱乐圈 但他俩却始终如初 不仅每年都会准时给对方庆生 私底下还有很多甜蜜小约婚 最近9月17日 管小彤迎来了他的生日 陆寒一如既往的送上庆贺 管小彤也坦率的表示 他很喜欢数字2和7 同时也希望27岁的自己能更加帅气 这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 不但直接来了博存婚 更有甚者还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测 觉得搞不好 今天管小彤和陆寒就会迎来好事 步入婚姻的殿堂 这话放在以前 谁能想到啊 陆寒和管小彤的感情居然会那么稳定 而且大伙不但不再疯狂劝分手 甚至还帮忙催婚各种支持了 不过这也多亏了陆寒和管小彤两人的努力 向陆寒回国的时候就已经打算转型了 准备往歌手和演员这两条路上发展 他不力拿有人设媚粉 但和工作室商量好了应对方案的同时 也明确跟粉丝讲过 自己谈恋爱了 一定会告诉大家 后面也真的做到了 这就让粉丝没有很大的背叛感 再加上管小彤这个嫂子还非常争气 从未给粉丝整出过什么幺蛾子 后续两人的事业也没有止步不前 所以这还有啥好潮的呢 还不如尊重祝福所死呢 当然有这么平稳度过风波 让粉丝心平气和的 就有那非常叛逆跟粉丝气吐血的 比如说最近退圈了的赖冠林 6月14日赖冠林社交账号投向变黑 说经过再三考虑 本人将转变赛道 基于职业规划方便的改变 即日起 他账号交由工作人员管理 这话一下就把粉丝激怒了 毕竟账这么大 大家伙还是第一次见到 认真追星 然后被正主开除了粉级的 再说了 转赛道和关微博有啥直接联系啊 于是他们也不管 赖冠林还能不能会不会看到 这个账号的评价留言了 直接砍棚 觉得他是真一点也不在乎粉丝 看到赖冠林改名 没文化的野人更是气到初期 觉得他真是人如其名 确实不咋地 而且花终点 今日可是刚有媒体拍到 赖冠林带着一个女生 和自己朋友朋友聚会呀 两人看起来还非常亲密 赖冠林甚至很自然地 搂了一下女生的腰 然后吃完饭 女生就开着豪车 带着他一起回家了 于是 粉丝们愈发破防了 觉得赖冠林根本就是要转恋爱赛道 可能干一好喝一好 搞不好 现在是帮上了一个富婆 对方支持他 不在娱乐圈继续发展 才果断选择了退圈 而还有一批路人就更有意思了 金神表示 所以赖冠林这是又有新恋情了 我还停留在他和周也的阶段呢 说起来 赖冠林的道路也是颇为神奇 虽然现在才23岁不到 感情经历却非常丰富 甚至还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很想结婚 13岁开始就很想结婚 而且最羡慕的明星是贾斯汀比伯 因为贾斯汀比伯结婚了 得嘞 这话哪是一般偶像说得出口的 这不妥妥的结婚脑吗 把那些给他打头出道的粉丝们 这于何地呀 说起来 赖冠林是在韩语出道的 2017年 他参加了一档韩国选秀节目 Produce 101 最终在粉丝的鼎翼支持下 以低七名的成绩 在1-1组合出道 但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粉丝一票一票 投他成为偶像出道 以为他是真心喜欢舞台 结果 后面 他居然公开表示 自己患有舞台恐惧症 要转型当演员 还借口承认 自己参加选秀 只是为了赚钱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一年半后 限定团 One of One解散 赖冠林便准备回国发展 而这个消息一传回来 就立马冲上了微博热搜 回来的那天 街机现场更是相当火爆 无数粉丝跑去欢迎他 那叫一个人生鼎废 而他内鱼在的第一场直播 就更惊人了 简直套到不行 观看次数竟然达到了 2103万 可以说 当时人气高 自愿望 就是赖冠林的代名词 后面参演的首部电视剧 跟赵金麦合作的 初恋那件小事 更是让他小伙了一把 引得大伙纷纷看好 觉得他的未来 肯定会是一片坦途 结果谁曾想 2020年才回来一年 赖冠林就引发了一桩奇葩事件 没错 因为抽烟土坛 他塌房了 不少粉丝 因为这个不文明现象 原地脱粉 更要命的是 事发后 赖冠林虽然转出来 车肯道歉了 但很快 他的前任战姐就出来转发说 他不止一次有过这种不文明行为 而且还对着战姐的面 问候人家妈妈 所以带着这个机会 人家立刻脱粉回彩 还顺便爆料说 他在和比自己大十岁的 张彩彩彩谈姐弟里 事件很快发酵 看来 赖冠林的口碑也一次下降 但还是有很多粉丝 相信他 支持他 直到赖冠林2021年 又和周也爆出了恋爱粉纹 当时赖冠林和周也 是一起参加了一档综艺 《讨花物》 两人依此结识 在节目中就相处得非常不错 气氛也有点小暧昧 玩事没多久就有媒体爆料 拍到了他们避讳四天 双方工作人员 还有个人帮忙打掩护 按理说 两人也是俊男两女 颇为登顿 却依旧没有多少人 看好他们的恋情 毕竟 当时正是周也的事业上升期 真谈恋爱了 肯定会给他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 无数粉丝在周也的微博下留言 让他清醒一点 专注搞事业 甚至还有人直接评论 就算谈恋爱 他也应该睁大眼睛 吃点好的 最后 周也和赖冠林的粉丝 还双双建立起了分手纪录博 想拆散他们的意愿 那叫一个强烈 结果 嗨 粉丝求人得人 后面就真的没再看到 这两人痛况了 周也忙着剧组拍戏 赖冠林也退到幕后 当起了导演 总之 对于赖冠林 G203爆出恋爱瓜 他的粉丝都要麻木了 但这还不是最戳粉丝心的 因为赖冠林居然还直接表示 自己从未在演技和唱跳中 找到自我认同 好家伙 粉丝辛辛苦苦支持他搞发展 他这么说 确定不是在往粉丝心上扎刀子吗 粉丝就算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要知道 赖冠林转去做了导演 走上了一条他们不太懂的道路 他们也是各种支持 还帮忙在那宣传作品 而现在 赖冠林不但选择退圈 甚至连最后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都不愿意留下 这么做 那些一直在支持你的粉丝 又算什么呢 说白了 偶像为了恋爱选择退圈 这确实是一条道路 甚至退一万步讲 可以说是一种勇敢 但作为成年人 在走这条路的时候 赖冠林还是该更有勇气 更有担当 否则就不要怪粉丝 怨气失足 触口伤人 说到这 所以偶像到底能不能谈恋爱呢 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就得先提一下 韩瑜的idol文化 在韩瑜大部分的经纪公司中 都是不允许idol 也就是偶像谈恋爱的 可以说 在他们眼中 偶像恋爱就是偶像师哥 当然 退去明星的外衣后 偶像也是普通人 你也不可能要求他 一辈子不结婚生子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本次是可以接受的呢 首先 偶像得已经是 非常成功的艺人 优惑者已经转型了 这么一来 路人盘摆在那里 他们有作品 实力保障 就具备了恋爱的资本 说白了 也不能再上升期谈恋爱 谈恋爱的对象 也最好不是什么 有黑点的存在 那如果偶像突然遇到真爱 上头了又该怎么办 第一步就是报备给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肯定会 先帮忙一起逃 不让粉丝和公仔发现 简单来说 就是防暴 然后他们会准备好 公关方案 跟女方 粉丝提前谈好 打好预防针 尽量减少恋情 曝光时的出击力 这样受到的阻碍 也自然会下降 当然了 作为一个偶像 最好就是在 营业期间别恋爱 真恋爱了 也先尽量将偶像 这个角色演好 毕竟 粉丝是花了真金白银 送你出道搞事业的 别搞那儿 既要也要 总之一句话 当偶像 要么向朱正廷保持清醒 要么向陆汉 大方公开 承受脱粉们骂 但要么 就像赖冠林一样退圈 当然 说话多事的时候 可不能像赖冠林那样扎心 好了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 偶像恋爱这件事的呢 欢迎在评论留言 如果还想看更多精彩资讯 别忘了点赞关注我 大家的支持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